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4月20日 星期三 欢迎来到财经那夜 今天这期节目呢 第一个话题主要和大家聊一下 上海正在进行的全面抵制做核酸的一个运动 很多是上海老百姓的自动发起的 可以说也是非常壮观 而且呢 有王思聪带头抵制 网络影响力就更加不一般了 因为大家都觉得呢 做核酸呢 现在已经没什么用 很多人感染的途径呢 可能就是因为做核酸 在做核酸的时候被感染的 那么现在引起大家的反感 也开始决心了 抵制核酸是抵制现有的防疫清零政策的第一步 可以说明白人士越来越多了 那么这是今天要聊的第一个话题 第二个话题呢 现在中国的润学可以说是大行其道 润就是滋润的一个润呢 不知道大家听说了没有 现在自媒体上很多朋友圈啊 微信微博上都在讨论这个话题 其实就是在打一个马虎眼啊 在逃避监惯用的一个词就是润 说白了 他就是移民逃离中国的话题 国内呢 现在可以说这个话题非常火爆 而且很多人呢 也开始采取行动了 其中呢 很多还是岁月静好派 那么今天主要一起聊一下这些话题 如果是首次听我节目的朋友呢 欢迎大家点击订阅 如果是老朋友 欢迎大家点赞 并帮我们转发 大家的支持和信任 是我做节目的最大动力 好 言过正传上海当局呢 为了尽快实现了20日社会 美尔清零的一个目标 近期了通知各街道办 尽快将感染者转移隔离 有核酸检测被感染的老年人呢 很多是半夜被带离了住所 强制隔离啊 有一个90多岁的老人 是破门而入 有一个网友说他外公外婆啊 他外婆就是说在上海 结果被核酸人员 被这个防疫人员了 破门而入 强行给带走了 所以这个事情现在在网上 吵得也是非常火热啊 这个上海的这些防疫的一些事情呢 可以说完全是超出了人的想象的范围啊 大家觉得地狱是什么样的 看一下现在的上海就知道 另外的上海居民呢 可以说现在已经是厌倦了这种无休止的核酸的检测啊 自发开始抵制了 给民众造成多重伤害的上海封城措施 受到海内外的广泛质疑 各国政府呢 也是纷纷撤离在上海的侨民 上海人呢 则通过各种方式来表达抗议 昨天呢 王思聪抗议核酸的帖子啊 在网上是热传 他发的内容是这样的啊 这样说的 他说每天早上的核酸检测 检测的不是阳性或阴性 而是你的血性和炉性 今天开始啊 不会再出门做核酸检测了 王思聪的这个帖子在网上被广泛的传播呀 那么这到底是不是王思聪本人发出来的 现在可以说已经是无从考证了 但是王思聪呢 因为对年花清瘟 而微博被封的消息啊 也成为大家关注的一大热点事件 王思聪的微博啊 最后一条微博 他就是转发了关于 以你药业的那篇帖子 其实呢 他之后啊 也重新编辑了 只留下了转发 清空的所有的文字 主要是转发了一个视频的 就质疑年花清文 前面节目呢 我也讲过 我们不能确认 王思聪的被禁言和以你药业 有百分之百的关系 但是可以说这个概念还是非常之大的 以你药业了 可以说他们要谈灌相亲的 不知道他们的股票啊 还是否会继续跌铁 历史啊 可以说会记住这一幕啊 这些趁火打劫的黑心资本 还有那些拿钱洗地的微博的博主啊 可以说将被永远的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因为这个年花清文的功效啊 前面我节目都讲过 非常值得怀疑 最近的上海居民呢 对持续一个月的封城 以及核酸的筛查呀 可以说感到非常反感和无赖 本周开始了 不少居民呢 开始拒绝做核酸的筛查 他们在自家的门上 就贴出了一些字条啊 大家可以看到 网上有很多照片 比如说字条上写的这样的内容 抗原自测阴性 不做核酸 还有就是说 一直阴性不做核酸 还有说 避免感染风险不做核酸 等等一些纸牌都贴在门上 也有居民呢 将抗体阴性的快筛条 一并贴在门上 表明了拒绝做核酸的筛查 有居委会人员呢 在微信群聊中就提醒 说现在接到上级的紧急通知 需要全楼现在下楼测核酸 那么得到的回复是 大家都不愿意做 群内啊 60多户居民回应三个字 就是不愿意 大家都抵制啊 可以说 有很高的默契 有居民就称呢 说我们已经封闭了这么些天 多次做核酸检测 全部是阴性 为什么还要做核酸呢 是为了完成领导的指示 还是推卸责任呢 还有人回答 下楼只有加大感染的风险 所以不愿意 上海最近的许多居民呢 都是拒绝做核酸 原因呢 也是很简单的 有居民就说 我们都做了20多次核酸 还做什么 我们本来就是阴性 都不出门了 不可能被感染 你一做核酸 就可能有风险了 现在我们赶到最大的感染源呢 就是去做核酸 好多医生都发话了 说核酸呢 搞得太夸张了 现在把老百姓都搞残了 那么这些一些民愤呢 可以说也是非常真实的 而今天呢 看到啊 好久没有说话的方方 也发文表示啊 对过度核酸的一个抵制 大家可以看一下方方说什么 我看他这个话题 在网上关注度很高 方方说 武汉现在不是疫区 但也到处啊 都在疯狂做核酸检测 很多小区无休无止 我不相信 此决策的官员和专家 都认为这样 车路股式的做核酸检测 与疫情是有意义的 看完此文 有评论说呀 核酸试剂生产企业 和第三方检测机构 这两年赚到的利润 是过去的年利润 成业两万年都赚不到的钱 他接着说 吓死了 我倒也相信 不是有巨大的利益驱动 不可能有这样疯狂的行为 在没有了社会监督 也没有任何质疑之身的背景之下 可怜的人们呢 只有等他们自己醒来 赚钱多到惭愧的醒来 可是要赚取多少才会有人醒呢 这个很难推测 而且还得有良心者 才有醒来的可能性 前几天跟朋友胡侃 说核酸检测公司的老板们 和他们的勾结者 晚上会不会做恶魔 疯狂到极致 难免不发生人头落地之事 靠折腾半个中国的百姓呢 赚到了银子 不知道有没有好命去花 民间苦痛多了 上天呢 也会诅咒 这是方方的一个帖子的内容啊 可以说方方也是 一直保持了他为民请命 为大家发生的一个本色 非常值得称赞 武汉封城有方方 现在上海封城呢 有谁呀 谁都没有说一句真话 对不对 都是网民自发的 没有一个知识分子 或者说有影响力的作家 来替上海的老百姓来代言的 而从昨天开始呢 中共国务院的副总理刘鹤 要求足量发放全国统一的通行证 核酸检测 结果呢 全国互认 可以说做了这两个要求 无疑呢 也是对全民疯狂核酸行为的一种矫正 可能呢 也是对疯狂清零政策的一个矫正 这些是否会触动某些利益集团的利益 或者说是否是一种政治信号呢 我觉得也是有可能的 上海人对这种野蛮荒唐的封城清零政策 现在是越来越愤恨的 下面一个网友在帖子里面说的也是非常好 比较深刻 我这里念一下给大家听一下 这个网友说 我不能代表所有的上海人 但我认为很多上海人都和我此刻想的一样 请立刻停止以防疫之名任意践踏上海市民的权利和尊严 请关心并保护每一个因为封控而挣扎在饥饿 疾病线上的老人 婴儿 孩子 女人 和男人 请不要用采钢锁链将他们强行封死在老弄堂 带拆迁房 或者任何一所房子里面 请不要像对待麻风病人或者集中营的囚犯一样 破门而入 将他们从他们自己的家中强行抓走 集中封锁在所谓的方舱 请医治每一个真正需要医治的人 请还给每一个健康的上海人自由生活 工作 吃饭与购物的权利 如果解封的条件 所谓的社会面清零 就是无视所有绝望呼救的声音 而将一切的资源用在强行隔离阳性 剥夺他们的权利与尊严 让他们自生自灭 我宁愿这座城市永不解封 打着一切问人民的口号 却与人民为敌者 历史会审判你们的 这个网友说的也是很深刻 很动情 那么这七十多年的历史 可以说作恶的人是无数 大家想想得到审判的人真正有几个了 可以说是寥寥无几了 很多作恶的人 而且都善终了 对不对 他们得到了什么报应呢 所以对他们不要基于 什么历史会审判他们 我觉得这只是自我安慰的一种异乡情愿 如果我们自己无法改变这一切 我觉得我们真正要做的就是离开这个粪坑 至少能保全一家老小的平安和周全 所以现在移民的话题在上海确实也是非常之火 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料 中国清零政策是强制风控 也是引爆了移民潮 上海移民公司就透露 有一家 他是这样说的 说咨询度比去年增加了四倍 咨询移民的人比去年多了四倍 而且网上的搜索比去年也是暴增 腾讯报道 微信和百度等网络平台 涉及到移民的搜索次数也是暴增 最近一周 有关移民加拿大条件的搜索量是激增 冲到了巅峰 管比竟然大涨了2846% 尤其是4月3日官方宣布 严格坚持社会面清零不动摇之后 当天移民的整体搜索指数上升了440% 视频相关的来源也暴增了1455% 腾讯报道就指出了 百度显示 搜索移民热度排名前几位的中国省市 主要是上海 江苏 浙江 北京 上海人移民的搜索量近两个月 一直是位居守卫 因为上海封得罪很 像澳大利亚 美国 加拿大 则是中国用户检测最多的移民国家 不过移民搜索潮传出去之后 各大平台都也不再提供该关键词的指数和搜索趋势了 说到这个网络禁止移民搜索 我想到这两天发生在中国一个非常荒唐的事情 不是前段时间 赵立坚就说在疫情期间 你如果是居住在中国 你就偷着乐 对不对 就是中国做得非常好 在中国很幸运 就是这个意思 我看有很多网友把他这句话打出来 然后做核酸的时候贴在背上 在网上非常眨眼 可能中国的官方也是感受到了 觉得自己被打脸打得很厉害 所以最近这两天 网上关于音乐的乐 或者说快乐的乐 这个字在网上基本上称了禁词 非常荒谬 他说目前微博上 所有的和乐有关的话题 已经全部被算法处理了 普通用户的发言 无法被看到 只有经过认证的V 大V的用户 才可以显示这个乐字 甚至连音乐的乐 也不能陷命 音乐的乐 在网上好像也很多被禁 有王爷就说 我们已经再一次失去了 可以自由表达的方式 中国真的是变成了一个大的监狱 这个乐字都无法显示出来 那么这下真的只能是偷者乐了 可以说这个事情 确实反映出言论自由的退化 而且中国的这种极权国家 现在是越来越超出想象了 这个速度 这个采取的方式 让人是瞠目结舌 好 我们接着来说移民的话题 那么上海一个移民咨询顾问就说 建议客户要移民 要尽早开始 因为现在申请的人越来越多 他不敢保证半年一年之后 国家的政策会不会有变化 目前要去土耳其新加坡都已经涨价了 前段时间我都说过 新加坡的移民 特别是投资移民的价格 从以前的1500万人民币 现在涨到了一个亿 大家算算翻了多少倍 七倍左右 如果现在要去 这个移民顾问说 一定要抓紧移民 否则后面这个成本会越来越高 不管是机会成本 还是实际需要花费的费用 他说了最近湖南一些地方 在收缴护照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除了不发布新的护照之外 护照在全国也是全面上缴 也是一个基本操作 为了以防万一 以后可能有更夸张的事情 大家要早做好准备 这是一个移民顾问的观点 最近国内的很多自媒体上 也都在谈论这个润字 谈论这样一个字 不知道大家是否明白意思 最近社交媒体上 看到很多人有移民的冲动 和咨询的需求 也有墙内的朋友在问 怎么能出去 有人形容是润血新气了 为什么叫润血呢 毛泽东的名字叫毛润之 他在最关键的时候都跑掉 润之 英文逃跑了也叫run away 所以这两个字有谐音 网上社交媒体新气 润血这个词就是从这里来的 在上个世纪80年代 89年 2008年有几次都是出国留学移民的一个高潮 比较多的人是到美国 日本 澳大利亚 加拿大和欧洲 那么过去五年呢 有一群人呢 开始离开 润血新气 有些人呢 变卖房产积蓄到西方国家 知名人士呢 你像郭文贵 艾未未 周孝正等等 对不对 他们都是从国内逃出来的一个典型 2016年呢 国进民退啊 资本市场崩溃 股市崩盘 肖建华被抓 民营资本呢 是岌岌可危 可以说很多资本家是惶惶不可终日 那么 再加上文艺界 比如说像范冰冰 赵薇等等呢 一些出国拿外国护照的安排 所以中国的财富经营 知识经营呢 在2016年左右 也是兴起了一股移民潮 而这几年的移民潮呢 主要是中国在疫情中的极端封锁的措施啊 给大家带来的恐惧 比如说上海封城 还有像铁链女事件呢 让很多人都意识到国内已经不安全了 都在大幅度的倒退 往文革倒退 现在再不走了 可能都晚了 所以都在想办法出去啊 都急了 这其中呢 很多都是被铁拳砸性的岁月静好派啊 那些原本生活比较安逸着 突然发现一夜之间呢 就进入了饥饿的状态 倒退了三四十年 有的是被关押 被随意打骂 一点尊赢都没有 对不对 你看现在的上海就是这样了 很多岁月静好的人 慢慢都信了 成功的中台阶级啊 也是感到震惊 那么这也是这次移民的一个主力军 我觉得上海如果解封之后啊 这波移民潮可能会到达一个高潮啊 因为上海有钱人也多 确实啊 现在被砸醒的人 可能也是非常之多的 那么除了上海 其他的地方有没有呢 我觉得也会有的 上海肯定起一个带动示范作用的 所以大家如果在上海解封之后啊 大家有条件的话 我建议还是尽量的考一下 往外走啊 确实这个实践的窗口稍顺即逝啊 你抓不住的话 以后可能会永远被关在铁笼子里面 这个门缝 门缝都不会给你开的 你看不到外面的 这个铁屋子里面呢 一关就是一辈子都有可能的 阅读是一门终身的修行 阅读的知识决定思维 思维决定选择 选择决定命运 但是现在生活节奏啊 越来越快 我们很难完整读完一本好书 主要是没时间 读不懂 难坚持 所以结果呢 都是看几 就半途而废了 现在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新的方法 那就是听书 特别是通过听财经类的书啊 来培养财商 提高投资理财的能力 实现财富的增值 经过我们团队精心的准备 我们挑选了100本书 这些书曾经帮助我们改编过命运 都是被无数人检验过的财经的好书 无论你是想扫清错误的理财观念 用正确的财商思维去对待金钱 还是想规避风险 在投资中实现收益最大化 那么这些书都是你千万不能错过的 你每天只需要花30分钟左右的时间 一周就能吸收两本书的精华 通过365天的坚持学习 就能让你的财商迅速的提高 更加接近财务自由 如果你觉得这个时间太长 很难坚持 但现在如果能让你免费加入 并且大家一起学习共同进步 那你是否还能坚持呢 现在能眼财经读书会 推出了入会抽免单的活动 现在加入读书会 就有机会成为幸运的免单用户 直接免费在读书会学习 每个月我们将抽出五位的幸运用户 享受直接的免单 此外能眼财经读书会 推出100天的读书计划 只要加入读书会 每天坚持读书打卡 打卡满21天 将返还15%的会费 打卡100天 我们将全额退还学费 也就是说坚持学习 你也能免费加入读书会 幸运免单 读书打卡总有适合你的 不要错过能眼财经读书会 给大家带来的福利活动 从现在开始 加入读书会的用户都可以参与 我们后续也会推出更多类似的活动 用微信扫描视频上的二维码 加入我们的读书会 也可以通过评论区 以及视频描述栏的链接加入 关于读书计划的详细规则说明 我也放在了评论区 能引财经读书会 我们不见不散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现在随手关注我频道 转发点赞 现在收听再见 再见